秀出兩個四歲寶貝的照片 他們是林媽媽原父烏克蘭 找代理孕母才有的寶貝孩子 我們怎麼努力都生不出孩子 出生證明上面我是生母 這是只有烏克蘭可以給你 台灣不能給你 流產三次花了四十五萬劍卵 植入失敗 子宮接流開刀後 丘子憑卡關 也因為老公年齡太大 被領養團體拒絕 只有花了一百六十萬左右 到烏克蘭找代理孕母 據台灣何時才能開放 討論了二十幾年 終於看見曙光 會提出來的版本 可能是會有代理孕母的 不再禁止 還是仍然維持禁止 這個就有待這個 最後那社會大眾的一個討論 現行人工生殖法先異性夫妻 但這回修正草案 納入代理孕母 如果立院不通過 又會回到原點 而到國外 雖然可以找代理孕母 但經濟是關鍵 過去有人到東南亞 花了兩百萬 美國特定週四百到五百萬 如果先從台灣運送 金軟到歐美 得再花十六到二十萬元 而台灣一旦開放 相關配套也要有 幫你代孕 它可以拿到多少補償 這個金額到底要訂在哪裡 太高 會有利用 但是你不 太低 會造成 有些人可能不願意 拿到多少補償金 對你來說 你比較願意幫別人生一個孩子 大概一百五十萬 代理孕母開不開放 不是一人說得算 就算通行 還有更多配套得解決 但定一步 還是草案得要過 才有機會讓更多家庭 順利圓夢 發設整體的成為 台北從某檔 民生八方式 盡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